大明王朝1566 大家都知道吧 评分最高的国产历史剧之一 看过的可以弹幕发给一 故事开头第一幕 就是大明朝冬天不下雪 而青天剑表示 朝廷腐败淋不了身 所以上天惩罚 此时的嘉靖皇帝 已经执掌皇权39年 当皇帝艰艳丰富 但青天剑的这番言论 却让他又惊又怒 甚至让他说出了那句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并且亲自该戒齐雪 从正月初一 折腾到正月十五 一个寒假就此报废 东长提督太监冯宝 揣摩上意 私自下令 打死了青天剑监政 又在天降大雪之时 抢先向嘉靖皇帝报死 结果惹怒了 斯里剑的几个大太监 差点为我国古代 冰雕事业献身 大明王朝的主线剧情 虚构的 这场荒诞的闹剧 也是文学创作 但在历史上 灾意与祥瑞 其实是嘉靖朝的主线剧情 大家好 我是贤木鱼 第二个咱们来聊聊嘉靖皇帝 这位中国历史上 修道最成功的皇帝 都说瑞雪赵丰年 在农业社会 冬天要下雪很重要 不下雪就是灾意 而天降瑞雪 那就是祥瑞 这套理论的奠基人 是大名鼎鼎的董仲书 董先生在替汉武帝打工时 不但为五皇帝 量身定做了 霸处百家 无尊乳术套餐 并且附赠了一套 天人感应系统 说人在做 天不但在看 还会发弹幕和你互动 而上天跟皇帝互动的方式 就是祥瑞或者在义 1522年 嘉靖皇帝上台 1566年 嘉靖皇帝上天 在位45年 出去什么瑞雪 瑞语 这种普通祥瑞 仅计算 天次灵之 甘露 五色云 霞光之类的大祥瑞 就有76次 平均下来 老天爷 每年要给嘉靖皇帝 抠上 1.6888888次 666 董仲书 在春秋繁路中说 故得足以安眠者 天与之 其恶足以害明者 天夺之 你有德 能让百姓过得好 那老天爷就给你江山 那你要瞎搞 或者搞得不好 那老天爷就让你滚蛋 是不是有点耳熟 小时候我挑食 我娘就会说 你要是不把这些香菇吃掉 一会儿老天爷就打雷劈你 董仲书的这套 大体上跟父母恐吓小孩 没啥区别 目的就是希望皇帝好好干活 但问题是 皇帝不是小孩 父母拥有对于 余切事物的最终警示权 他说晚上吃巧克力 牙齿掉光 那你就最好主动相信 但皇帝 如果对天意的解释不满意 能让你掉头就走 你了不起 你清高 你精学大师 顶级大儒 哎不好意思 我皇帝 汉武帝建元六年 辽东高庙被烧 随后 长宁的元殿也遭了灾 这是标准的灾意 所以董仲书立刻写文章 批评皇帝 渐阅理智 汉武帝拿到文章 把董仲书的名字涂掉 然后任给辱生们讨论 这些辱生读书多 但还没读到脑子抽筋 一看皇帝这件事 立刻大骂文章作者狭说 诋毁皇帝 其中 还包括董仲书的亲密弟子吕布淑 汉武帝听完 哈哈大笑 把董仲书关进了监狱 差点就把人咔嚓了 从汉武帝开始 皇帝不但要掌握 灾意与祥瑞的警示权 还要把这玩意 当成一种政治工具 很好使的那种 汉朝皇帝想换宰相 常用的借口 就是天有异相 甚至不惜伪造天象记录 让现代天文学家非常头疼 唐朝的武则天登基前 有人上表 说在落水找到了块石头 上面写着 圣母灵人 永昌帝业 武则天赶紧焚香祭天 感谢老天爷的支持 祥瑞系统如此好用 理论上应该是个皇帝就喜欢 但从北宋后期开始 一直到明朝中期 加进皇帝上台前 皇帝们虽然重视灾疫 有个天灾人或啥的 都会公开自我检讨 但对祥瑞都保持了相当的克制 这都源于 北宋有个皇帝 名叫宋真宗 因为签了禅人之门 要和北鲁称兄道弟 真宗皇帝自己都觉得太丢脸 所以他一面积极修道 经常说自己又闷见了什么什么天神 强化自己天子的身份 一面受益下人炮制各种祥瑞 彰显自己治国有方 上天很满意 甚至还跑去泰山封了个善 宋真宗 千古一帝啊 不但搞臭了祥瑞系统 还让此后历代皇帝 再也没有人去泰山封善 加进登基之初 也维持了当初朱元璋 Judy那种对祥瑞的态度 不鼓励呈现祥瑞 也不为此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由大臣对出现的祥瑞提出质疑 加进也能虚心接受 但从加进12年 白鹿县市开始 加进渐渐就对祥瑞狂热了起来 每每有祥瑞出现 都要整一套 昭告天下 群臣恭贺 焚香祭祖套餐 先是大礼奖赏发现祥瑞的人 然后拿着祥瑞跑去太庙 告诉列祖列宗我出息了 谁敢建言 就等着罢官坐牢 而如果谁能迎合上意 呈现祥瑞 那就升官发财不是问题 郑王诸厚丸 加进十年 十八年 分别献上两只白鹊 一头麒麟 加进大力嘉奖了他 但加进27年 他又突然上奏 劝皇帝要修德奖学 别搞神神叨叨的东西 加进劈头盖年 把他一顿怒斥 把人绝位削掉 关进了小黑屋 加进37年 浙子总督胡宗宪 抗窝不立 还在奏装中吹逼 说 窝寇指日可灭 加进大怒 吓得胡宗宪分批 送了两头白鹿给皇帝 一次洗货银子大把 一次成功加薪 至于靠窝不立这种小事情 加进早已经很配合的忘掉了 此时的加进 已经彻底对祥瑞上头了 没人呈现祥瑞 他就主动下旨 让天下百姓发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什么瑞麦 献上来让自己高兴高兴 这种祥瑞狂热综合症 一方面 是源于他登基头几年 自然气候确实不好 今年干旱 明年洪浪 灾意太多 所以想弄点祥瑞来对冲一下 另一方面 也是加进想要强化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加进朝爆发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著名的大礼利事件 加进能当皇帝 是因为他的前任兼堂兄弟明武宗 没有后代 没有兄弟 所以只能由他一个远在湖北的藩王入京登基 但很快 他就为了给自己亲生父亲 弄个皇帝尊号 与外庭文官集团开战 这不仅仅是为了展示权力 让自己不被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控制 更是要借此 从法统上强化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加进皇位不合法之上 一直到清朝那会儿还有人讨论 这部分内容比较复杂 感兴趣的 可以给个三点给个关注 下次详细聊聊 到了加进中后期 皇位他是作文的 但祥瑞又成为了他修道有方的证明 成为了他长生路上的安慰剂 加进四十三年 曾有宦官掏出桃子一个 供皇帝说 这是从天而降的 是仙桃 加进立刻下令 欢庆五天 结果第二天天上又掉下一个仙桃 满朝文五百官 都是该配合皇帝演出的我 也视而不见 顺应时代的改变 看这些拙劣的表演 只有海瑞在治安书里 坦白客观地说 皇帝 加进对祥瑞 对修道的渴望 直接污染了大明朝堂的政治气候 以至于有人说 大明朝亡于加进 说的就是在祥瑞与党真的漩涡中 明朝内耗不断加剧 最终走向农民起义 与边疆危机的末路 祥瑞的本意是上天朝食 天下大支 但在皇帝的操纵语引导下 逐渐变成了粉饰太平的土料 变成了大臣拍马屁的工具 于是就在历史上 出现了一种极具嘲讽 与黑色幽默的局面 世道越乱 祥瑞越多 最后还是感谢各位观众老 也可以看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三连多多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